部長他們說 等到你一百歲在公開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太久了 這是一個亂講的話 頻頻被在野黨追打疫苗 採購合約封存三十年 陳時中這下真的不忍了 是保存三十年 不是說不得公開三十年 如果是怕這東西 有什麼任何的情況 其實就是把證據早一點 銷毀最好 也就是說國民黨質疑的是 為何保密 陳時中陣營卻拿資料保存 來擋子彈 一般巨額的採購 大概是二十年或者是三十年 那資料保存的月久 是不是把秘密封存的月久 這是兩回事 這就是一個文字遊戲 因為根據相關的這個規定 你在把它列為密件的時候 你都要寫清楚 它的解密期限是什麼時候 那是不是三十年 他們到現在是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他們只說了保存的期限是三十年 蔣萬安鎮營二十二號 一早更舉行記者會 痛批這是總統級醜聞 結果前一晚陳時中辦公室 先發聲明 澄清疫苗採購價 從沒列入國家機密 和絕對機密 深夜指揮中心還悄悄發採通 都搶在國民黨記者會前解釋 而陳時中的態度更是大轉彎 那我們對於相關的合約都沒有辦法確實遵守 那未來有新藥或新的疫苗更有效的 再出來的時候 我們在國際競爭就會處於一個劣勢的地位 在這三十年內是不可以公開 完全把這東西弄翻了 隨時都可以公開 那沒有問題 兩天前才市井恐怕影響未來的疫苗採購 兩天後又改口資料隨時都能公開 他不要用這種漁目混珠的方式去騙大家 既然都突然改成了是保存不是保密 而且隨時可以公開 那就今天公開 要公開透明居然得看良辰及時 城中捲入疫苗門 難道又要等民怨炸鍋 才能做到自己承諾的公開透明嗎 借過向林陳佑 台北報導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